欢迎 并不可以保持一切 我积愿 你爱我很久很久 老公 过几天是我们的重逢纪念日 到时候在家里 我煮菜一起吃 好不好 还不回来了 干杯 王大叔 你不要一早就跟我吵了 你有在乎跟我的感受吗 我去跟客户应酬 陪笑脸 有必要这么气吗 所以你也承认了 结婚以后就没有自由呢 快会结婚了 我已经跟他冷战快十天了 完全没有过目的机会 一进来的就这里 他就是我 大家好 我叫秦浩 你们可以叫浩斯 请大家多指教 我们有多久没见 最近好吗 托你的福 一切都好 我以为每个前男友前女友 好好分手后 都可以再当成好朋友 我们好好分手 可能倒车吗 先来我送你吧 他变了 我都已经要道歉了 还能怎样 爱情就跟酒一样嘛 同样的酒 放进不一样的木桶里面 会造就不同的风味 送你 扎其诚 这么还是跟你这样幼稚啊 因为我喜欢我这些下去 我不希望他们被你伤害 我当年带给你的 这只是要伤害吗 妈妈有很重要的话 跟你讲 婚姻就是毁在 太过真实的 把一个人看透 为什么要喝酒 还喝到那么晚 那你跟谁喝酒 朋友 哪里的朋友 你不要让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忘了 我们 连一点点的信任都没有 那我们的婚姻 还剩什么 楚之河 你不要跟着我了 我都喜欢看你笑了 你知道吗 但你的不快乐 让我会心疼 动物系令人啊 是由天津金湖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来可运乡 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瞿又宁 徐伟指导 钟心童 贺俊祥 隋唐 张瑞佳 洪卓丽 林雨昕主演 黄志伟 安伟林 韩玉芬特别出演的 都市爱情网络剧 该剧根据花花 将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 乖宗鼠系女孩 楚之河 钟心童是 是一个渴望浪漫 爱情的大龄圣女 像一只单纯 可爱又傲娇的小松鼠 她在参加同学的婚礼时 遇上了小学同学 王大鼠 贺君相识 戴着黑晃眼镜的 王大鼠 就像一头稳皱 忠厚的长颈鹿 两人迅速坠入爱壳 楚之河的上子 芬妮随唐氏 是 暴戏女友 事业型女强人 而在坚强的背后 习惯默默 舔是伤口 而她的工作对手 情号张瑞佳 是 则是主动为爱情 出击的 狼系男友 在这个幼者期待 等候 防御 静姬等众多状态交错的四角关系中 他们四人各写齐招 追逐着属于自己的爱情 2-3 关于楚之河与稳重的王大树 在相爱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故事 楚之河松鼠系恋人 演员钟心童 楚之河钟心童是 王大树恋人 表示期待一场浪漫的爱情 犹如可爱单纯 略带傲娇的小松鼠 王大树长颈鹿系恋人 演员贺君祥 王大树贺君祥是 楚之河恋人 以憨厚感十足的 黑矿眼镜形象出现 就像一头稳皱中厚的 长颈鹿 情号狼系恋人 演员张瑞佳 情号张瑞佳是 芬妮恋人 则是主动捕猎的狼行将 追逐爱情已成为他的本能 这一次他目光锁定的 似乎是小松鼠之河 芬妮抱紫气恋人 演员随唐楚之河的上司 不仅工作起来雷尼风行 还手把手调教 出路职场的小白楚之河 在感情上也有 很独立的精神世界 毫不手软对付各路渣男 京剧屏初为女性指点江山 动物系恋人啊 除了聚焦都市女性 丰富多彩的爱情哲学外 动物系性带入都市人 性格特点的角度 也是豁为巧妙 虽然是偶像剧的故事类型 但该剧却全指了 从恋爱到结婚 结婚到离婚 离婚后在交往的较长情感区间 直面生活中眼前的苟且 分别来各自解释一下吧 好不好 君祥先开始好不好 我其实画的就是羊驼 不是其实就是长颈鹿啊 是羊驼 长颈鹿啦 长颈鹿 对那我 就是可爱版的长颈鹿 那我自己 也蛮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是像王大叔这样的性格 可以无怨无悔的付出这样 生活中的嫂子是这样的吗 生活中的嫂子是这样的吗 生活中也算是啊 也算是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什么 我自己吗 哇 自己也是跟许岛一样蛮复杂的 哈哈哈 蛮复杂的 没有就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像马吧 对就是 可能平常生活就是蛮 君祥那马的点是什么 马的点就是可能爱跑啊 爱动啊 长颈鹿也跑得很快啊 长颈鹿很快啊 你们听没听过在内地有一首非常红的歌 就是我什么养了一匹野马 但我没有草原这个歌 好像有 是吧就是那个有一首歌怎么唱对不对 家里没有草原 你觉得你是野马还是那种家训的吗 应该比较算是偏有一点野性的嘛 所以希望找一个长颈鹿 他就是想说自己是白马王子吧 没有 应该是 阿娇你真的太懂他了 阿娇 好懂 你懂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他暗示这么久 对对 是是是法拉利 我说的是法拉利 你看 我阿娇我跟你说阿娇你刚才有个表情 如果粉丝的细心都会结束个动图 好 谢谢金香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你的长颈鹿啊 反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羊驼都行 来 那我们请阿娇来分享一下 我是海豚啊 呃 诶 我是海豚啊 我们是十几年 谢谢 谢谢 谢谢在这个那么浪漫的气氛 对 对 诶 我跟你说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怕吓到你 你知道吗 但是阿娇刚才巨淡定 哈 是什么 我看到你巨淡定 我特别怕关灯这个环节会吓到你 然后就说我害怕呀或什么之后 就发现你巨淡定 还在给旁边的朋友们解释 他还没反应过来 他没反应过来吗 刚才故意的吗 刚才故意的啊 因为刚刚阿娇说这里常常停电 我说 哈哈哈 诶 我们怎么会停电啊 刚才是故意的你看不出来吗 而且我觉得要谢谢粉丝啦 粉丝们 不是刚才一关对我们大家说 今天你生日吗 刚才谁生日 对我说没有啊 我们这样能不能请一个粉丝代表 讲一讲刚刚这段的意义是什么好不好 有没有 我就看到你了 你能不能来说两句好不好 来我下来拿话筒讲一讲 你可以跟阿娇讲一讲你要这段的原因是什么好不好 来 就是希望阿娇以后更加勇敢去爱 然后拥有更完美的爱情 所以刚才关灯是你安排的吗 开关拿出来 我们我们跟主办方商量的 好谢谢 住住电视剧那个收视 长红 对 对 超棒的啊 我跟你说其实你不知道阿娇 这个粉丝代表是我们的大佬 安排的关灯环节 因为大家最近都知道阿娇刚刚订婚嘛对不对 粉丝们希望给你一个 对 在恋爱的部分上的一个互航 一个应援 其实我还没讲完 我刚开始想讲的时候 好会拉主线的 停电了 对 那个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